来到今天的答疑课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安排呢 是打算给大家用记忆宫殿去记忆一组此组 然后剩下的时间呢会带领大家去 给大家讲解一下咱们道德经的一个记忆 我们小伙伴们有没有已经在开始背咱们的道德经历 道德经的学习大家有去看咱们的一个课程吗 就在咱们的一个课程表里面啊 有一个杨阳老师给大家讲的 怎么样用记忆宫殿去背诵和记忆咱们的一个道德经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用咱们最熟悉的这个房间的这个记忆宫殿啊 房间的这个记忆宫殿 那么给大家准备了一组此组 那这一组词组呢 然后和我们的数字训练是一样的 就是每两个词组两两一结合 然后放到咱们的一个地点桩上面 那十个这个房间记忆宫殿里面十个地点桩 然后同学们根据 然后给到大家的这些有抽象词有形象词啊 然后来了的同学来听课同学啊 虽然我们现在人越来越少了 那么我们已经到的同学呢就要积极的参与起来啊 不然我们的答一课的话 如果你光是听你也不互动 嗯,不去做响应的话 你的收获其实是很小的 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课程 然后我们就要把它学到底 对吧 既然来听了答一课 我们就要有所收获 好,那么举例啊 就比如说这个地球仪和高分 然后两两一连接 在这个一号地点桩这个地方 放在它这个地方啊 然后同学们可以现在就进行一个处理 把你的一个处理呢 打在一个评论区 让毛王老师可以看到啊 有没有听懂刚才我讲的 有不清楚的可以提问啊 如果已经听懂的同学呢 就可以开始进行自己的处理了啊 那今天的那个词汇的一个处理呢 有一个前置条件啊 因为很多小伙伴 他在拿到词组的时候 他会习惯性的去编故事啊 那今天我们的所有的一个处理的话 你尽量少的编故事 就是你所有的都得出图啊 我们主要今天的一个目的是转图 然后放在咱们的一个地点桩上面 就是和地点桩相结合 听懂了同学 啊就可以自己处理起来了啊 高地啊 那你和这个地点桩呢 地点桩是大门对吧 地点桩是大门 那你的高地怎么和地点桩 进行一个结合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毛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第一个是地球仪和高峰 对吧 那地球仪本身就是很好出图的 对吧 我简单的画一个地球仪啊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是地球啊 那男的是什么 男的是咱们的一个高峰 对吧 那这个地方我给大家举例 我怎么去处理的呢 在大门口这个地方 地球仪上面沾满了 沾满了蛋糕粉 沾满了蛋糕粉 那我的方式就是把这个高峰啊 给它谐音成什么 高粉 蛋糕粉 提携正观网 对吧 用到了谐音 用到了增减字 对吧 我增加了一个字 高峰变成了蛋糕粉 那地球仪 大门口的地球仪 上面沾满了蛋糕粉 这个是毛毛老师的处理 好 其他的小伙伴 从后面两个开始啊 从仙剑和胡儿草开始 在什么呢 在这个厨房这个地方啊 在厨房这个地方发生的 那大家开动一下脑筋啊 去进行一个结合和处理 好 如果你已经想到了 你已经 思索好了 你就把你的答案打在这个评论区啊 要和我们的地点装箱结合啊 要和地点装箱结合 二号地点 厨房 那一号地点呢 我是给大家处理的是 大门口的地球仪上面 沾满了 或者裹满了蛋糕粉啊 可以想想 那个蓝色地球仪上面 全是白色的那个蛋糕粉啊 那第二个 仙剑和胡儿草 有没有小伙伴处理出来 在厨房这个位置啊 在厨房这个位置 加油啊 同学们啊 咱们的燕卓和我们的0539同学 就只有这两位同学啊 我看到的 我们目前看到的 就只有这两位同学在 回应毛毛老师啊 其他的小伙伴 来了的 陆陆续续来了的同学们啊 咱们直播间也不少人呀 对吧 大家都要参与进来啊 没有小伙伴处理吗 你们平时做的那个词组练习 你们是这样子 两两一放装的去处理的吗 可以去出两个图吗 比如说你怎么样去出两个图 是分开吗 咱们的0539同学啊 你有问题你可以讲 分开是吗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地点桩上面同时出现这两个物品 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的 只要你的图片够生动形象 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啊 你看你的这个剑和虎 有剑有虎 没有问题啊 但是你要和你的这个地点桩相结合 结合起来 我看一下我们燕卓说的是 用剑啊 他的意思就是 平时是炒东西的话 是用锅铲炒对吧 他是用剑来炒 他想的是 厨房这个地方用剑来炒这个锅里的火草 这个出图是可以的啊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 呃 观望嘛 因为我们都看过 虎哥演的那个先剑奇侠 是吧 非常棒啊 虎哥把胡尔带在草上 带了一片老虎耳朵是吗 带放在那个草里面 这是他的处理啊 但是同学你没有和厨房相结合 你的先剑和胡尔草处理的很不错啊 但是要和厨房结合在一起 要和咱们的地点桩结合在一起 你看今天 今天我和大家去训练 做这个磁组的训练 那毛毛老师就知道 我就看到了 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你看小伙伴们经常反馈的是什么 老师我的数字训练还不错 但是我的词组的话 好像就是记忆的很不好 那今天一来时操对吧 问题就开始慢慢的显现出来 大家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记了 和咱们的地点桩相结合啊 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啊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毛毛老师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的也是胡歌啊 不谋而合和我们这位同学 可能我们都有一个童年对吧 好 那我想的是什么 胡歌戴着一个 蒙蒙的那种 就是发甲 对吧 它是那个发甲 是那个老虎耳朵的 对吧 那种蒙蒙的 像那种 老虎耳朵 毛茸茸的 我没有去出这个 完全去出这个胡尔草 胡尔草 也可以提取一个关键字词 对吧 那我就想了 它的老虎耳朵 我能通过老虎耳朵 还原到这个 胡尔草就可以 那我想的是 胡歌穿着一个围裙 对吧 在厨房 带着蒙蒙的这个老虎耳朵 在厨房做菜 这是我的一个想象 那是不是就有一个反差呢 对吧 胡歌本来是 很帅气的样子 那他带着那个蒙蒙的老虎耳朵 那个形象 就非常的深刻 然后还穿着个围裙 变成了一个家庭主书 在那个厨房 在那边做饭 在那边炒菜 这个就是毛老师 自己的一个处理 好 我看到其他同学 开始在 都陆陆续续的参与进来了 非常棒 好的 用仙剑炒菜 跑来一只老虎 把耳朵 削掉了 老虎自己把耳朵削掉了 和草一起炒了吃 这位同学的脑洞非常大 在灶台上 磨剑切活草 非常棒 这个处理也很好 咱们的九九处理的也很棒 好 那我们来看三号地点桩 三号地点桩这个位置 那是我们的电视机柜的 这个地方 对吧 你可以出图电视机柜 也可以出图电视机 都可以 就看你这个地点 你选的是哪一个 就是详细的一个桩子 那在我们的三号地点桩 这个位置 我们是哪两个词汇呢 冲牙器和万年青 冲牙器和万年青 好 同学们依旧去把这两个词汇 进行一个出图 然后和咱们的一个 三号地点桩进行一个结合 大家一定要记得 你去转好了以后 就是你的处理转好了以后 一定要用这个图片 去回忆它 联想它 都要全部转图 你不要去单独的记忆 这个文字本身 因为文字它对你的这个 在这个脑海里面这个印象 它一定没有图片来得深刻 一定要通过图片 去进行一个回忆和索引 不要把全部的精力 放在去处理 然后忽略掉了这个图像本身 好 电视柜上放着万年青 用冲牙器去喷这个植物 我们的这位同学 处理得非常好 F538同学 他讲的是在电视机柜这个地方 用冲牙器 用冲牙器去喷这个万年青 他知道这个万年青是一个植物 那如果我们清楚万年青的同学 你就可以直接去把它进行一个转换 对吧 冲牙器去冲这个万年青 非常棒 很不错 如果你不太懂 对吧 如果万年青是什么东西 我不太清楚 老师 那你自己去提取一些关键字词 你去自己做一些处理 也是可以的 用冲牙器 冲电视机柜上面的万年青盆栽 很好 很棒 其他来了的小伙伴也要开始参与进来 检验一下 看我们的日常的咱们的磁组训练当中 我们掌握的怎么样了 我们一直这个磁组训练 一直都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难的一个点 那为什么难呢 大家要去剖析一下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我们今天跟着毛毛老师一起来做这个磁组的一个训练 然后参与进来 互动进来 然后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 我才知道大家掌握的怎么样了 在练习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纠正的地方 刚才这个磁组已经处理完 同学可以接着处理下一个 下一个是四号地点桩 是我们的阳台 阳台这个地方 那其实和国家怎么样去出图 我们今天的一个磁组的训练呢 给大家都是选的是抽象词和形象词相互穿联在一起 就是相互搭配 折一段电视机柜上的万年轻做充牙器 好 那我给久久讲一下 像刚才久久这一段 你说折一段电视机柜上面的万年轻做充牙器 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它有一个顺序问题 那你如果你是倒序的对吧 你先记的是万年轻 你先摘了一片万年轻 用它来做充牙器 那你在你的脑海里面 你的潜意识里面就要告诉自己 你要刻意去进行一个记忆 万年轻其实在词组上面 它是在后面的 就是你要把它的顺序 要刻意进行一下记忆 不然你还原的时候 有可能你会还原成什么 万年轻和充牙器 就是你会先出这个词 再出这个词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你是在记忆词组的时候 有顺序的这个要求的话 一定要分清楚先后顺序啊 最好的方式就是 按照它的顺序去进行一个出图 或者去进行一个故事的一个创设 如果你是反的 那你就要在心里面提醒呀 自己 它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否则还原的时候容易出错啊 一定要去还原那个图片啊 嗯好的 非常棒啊 好我们看 我看同学 在出图了啊 几个国家的人 其实在阳台上聊天 哎 问题来了啊 咱们的陈阳啊 要注意哦 陈阳是用来组了一个故事 对吧 组了一个故事 说好几个国家的人 他们其实在阳台上聊天 但是你没有转图啊 可能陈阳是刚刚才进来的 那今天我们的一个训练 给到大家的一个前提是 所有的词汇都要转成图片 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其实 你没有去转它 对吧 那我们今天要测试的就是 我们抽象词 转形象词 我们的掌握的一个程度 到哪个地步了 对吧 我们的其实 也要去给它进行一个转图啊 阳台上的门上挂着七个石榴 挂着七个石榴 被国防部的人搬回家 又来了啊 这个地方有点 怎么讲呢 七个石榴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会不会让你有一些 就是还原的时候啊 看你要看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假如说你自己还原的时候 完全没有问题 那可以 但是对于我来说啊 比如说你讲的这个七个石榴 因为石榴在我的根深蒂固里面 我会想到石榴 对吧 七个石榴 我可能就会和那个数字什么的 就会想到那些东西 我就会觉得会对我自己 有一个干扰啊 就看你自己的情况 如果说 如果说你自己还原的时候 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你还原的时候 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啊 觉得还原的时候 可能还原不回去 那就尽量避免这样子的出图 那我给大家一个提醒 我给大家一个提醒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我想成了一个骑士 就是咱们的那个 这个数字编码表 对吧 骑士 你用骑士去想它 是不是比七个石榴要更加简洁一些 对吧 有一个骑士 国家这个图呢 我想的是那个三国演义里面 有一个角色叫郭家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它啊 那有一个骑士 他和郭家在阳台上聊天 或者有一个骑士啊 如果说你出图狠一点 有一个骑士用长毛对吧 扎到了郭家 郭家本身就比较瘦弱对吧 再受伤 再被刺了一下 哇 他的身体可能更更不好了啊 这样子去出图 这个是我的一个出图啊 如果大家觉得就是你的出图过于复杂 其实你可以再简化一下它 就是尽量避免那种弯弯绕太多 因为弯弯绕太多的话 你还原的时候就有困难 就很多同学他说老师我去处理了 但是我去还原的时候 我往往记不住 有可能你的问题就出现在 可能你的脑洞开太大 弯弯绕绕的太多了啊 所以还原的时候就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还有同学说几个国家的人呀 在阳台上下棋啊 在阳台上下棋 那国家 几个国家的人 就从故事的情景上面来说 大家出的这个故事是没有问题的 它符合一个故事对吧 几个国家的人 但是从出图的来讲的话 你就没有一个具象的图 这几个国家到底是哪几个国家的人 对吧 除非你出的是什么 你每一个人出的是不同国籍的 有黑人白人或者怎么怎么样 对吧 你用这种来代替是OK的 就大家一定要清楚咱们今天的一个前置条件 前置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必须把每一个词汇都尽量的出图 尽量的出图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同学 就可以处理下一个啊 真容和托福 是咱们的五号地点桩 也就是我们沙发这个位置啊 沙发这个位置 骑士在阳台上望向自己国家的方向 待会儿你们要记住你们自己的转图啊 你们通过你们的转图再去还原 待会儿还原的时候 看大家能不能想得起来 在阳台上把一盘棋砸向大锅锅 我们的燕卓 他的出图挺有意思的啊 他的这个其实 他就不去上当受骗啊 就我不必要说完完全全的 就是每一个字都去出图他 我直接提取一个关键字 对吧 其实我就提取棋嘛 哎下棋的那个棋 一盘棋 对吧 国家的国 我就提取一个锅锅啊 非常棒 画面感也是非常的 好 真容和托福 在咱们的五号地点装沙发啊 提携正观王美 一种方法都可以啊 要给他运用起来 一块七十把阳台上锅里的夹子砸坏了 哎 这个也挺好的 然后探科啊 探科同学 处理的这个也很不错 四号地点装的词汇处理完 同学就可以进行下一个了啊 五号地点装沙发 沙发面前有一个贴着浮的蒸笼 我看啊 沙发的面前有一个贴着浮的蒸笼 还是那个问题啊 如果你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你记得自己可以进行一个记忆啊 它的顺序不一样的话 免得你到时候还原的时候 哎 你会因为符字在前嘛 对吧 贴着一个符字在前 有可能你会继承什么 托符蒸笼 好 其他的小伙伴啊 也可以用自己的 看看自己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两个词啊 自己的一个想法打出来 和尚 坐在沙发上抱着小笼包 说阿弥陀佛 和尚坐在沙发上 抱着小笼包 抱着小笼包说 阿弥陀佛啊 阿弥陀佛 可以的 沙发上一个小朋友 用手 拖着蒸笼 热气腾腾的 还有没有别的小伙伴 像毛毛老师的处理呢 我可能就比较 简单直接啊 我是想要在什么呢 沙发这个地方 沙发这个地方 有什么呢 有一个蒸笼 就出我们蒸那个馒头的那种蒸笼 它里面呢 放了一本托福书 就直接把这个托福呢 我出的是一本书 托福书 然后 蒸笼一打开 对吧 就是一本托福书 都被蒸熟了 被蒸的透透的了 如果那个5号地眼妆处理完 同学 你就可以处理餐桌这个地方啊 是 综合和发芽 是大家觉得蒸笼和托福这个地方比较难处理吗 其实有可能同学处理的挺新颖的啊 就比如说我们这位5EAB同学 他说和尚坐在沙发上抱着小笼包说阿弥陀佛 是觉得有点难度啊 所以我们要去多做 然后在实践过程当中 你遇到的东西越多 你去处理的这些词汇越多 到后面你就不会觉得这种抽象词非常的难 但是 但是我目前为止看到的处理当中啊 虽然我们有的同学处理的挺新颖的 但是 还是在用一种 就是情景故事的一种方式去处理 比如说这个阿弥陀佛 对吧 小和尚说阿弥陀佛 讲这个东西 他用来说那个托福 但是这个的话 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出图 因为你看啊 托福这个东西 小和尚说阿弥陀佛 对吧 他 这个阿弥陀佛 没有办法去出一个画面 那你出的是 但是你还好 就是你出的是一个和尚 他在念经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的和尚可能就会 把你的这个托福给他连接起来 就你通过和尚 你可能会想到这个阿弥陀佛 但最简单的方式的话 是直接把这个托福呢 进行一个出图 比如说他刚才讲的是 贴着符字 也可以 对吧 托着一个 针笼 托着一个 巨大的一个符 是不是也可以的 对吧 就尽量去出一个 嗯 简单直接的一些图 会更加的 来得好一些啊 不过这也说明 我们同学的脑洞 确实是挺大的啊 联想能力非常的棒 好下一个啊 做完同学就可以进行下一个了 如果觉得这一块比较难的同学 你也可以直接跳过这个地方啊 下一个是餐桌这个地方 然后综合和发芽 餐桌上 粽子 粽合 粽子盒里面对吧 粽子盒里面的植物 发芽了 粽 粽盒里面的 植物发芽了 非常棒啊 餐桌上 荷叶 荷叶长出了芽 嗯 这个也挺好的 餐桌上的粽子发芽了 还可以想到什么 棕色的盒子 对吧 棕盒 可以想到棕色的盒子 餐桌上的纸盒里面 粽子发芽了 哎 我们的这一组 词组的话 明显大家处理的就比那个上一组 什么蒸容和托福快多了 是吧 所以可能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目前为止最难的 就是这个蒸容和托福 好处理完同学 也可以进行下一个了啊 就是咱们床这个位置 床这个位置是哪两个词汇呢 响尾舌和文章啊 进行两两出图连接 然后和咱们的一个地点装进行一个结合 大家去处理完的这些 自己要心里面有个底啊 要去记得住啊 不要处理了就忘了 啊 响尾舌文章 这个应该也挺简单的 响尾舌缠上床上的文章 你这个文章是那个演员文章 那个人呢 还是一篇文章呢 响尾蛇在被窝里面写文章 人啊 很好啊 很棒 响尾蛇缠上了 就躺在床上那个演员 对吧 那个演员文章 嗯 很好 响尾蛇在被窝里面 这是一个很有文学素养的响尾蛇啊 在被窝里面写文章 响尾蛇在文章里面 爬来爬去 嗯 这个也很好 就是在床上面的那个 床旁边的那个文章 对吧 床上那个文章上面爬来爬去 谐音法啊 他把这个文章谐音成文章了 和床有关联 床上有条响尾蛇 全身都是斑纹 嗯 这个也挺棒的 就 出图了他的文章的文啊 想象成了一个斑纹 和这个响尾蛇本身结合在一起 不管大家去出的是什么啊 你的画面感出来以后 一定要及时还原 比如说像这位同学说 班文的这位同学啊 你就要及时的还原 你的班文指代的是什么啊 指代的是这个文章的文啊 否则你可能记住这个响尾蛇非常的有印象 但是会忽略掉这个文章啊 有的时候你们在两两去出的时候呢 会弱化掉其中一个东西 会突出强化另外一个词汇 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就会只记住其中一个 而想不起另外一个 这个时候你就要及时的去进行还原 好下一个啊 下一个是咱们的八号地点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衣柜啊 衣柜里面这个阿根廷和加沙怎么样去处理 彦卓说对对对 我就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发现问题我们要去解决问题啊 发现问题是很正常的 也是一件好事 你只要把这些问题加以克服了以后 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成长了 其他小伙伴也要多多参与进来 否则你就不知道 你自己在这个词组练习这一块 到底出现什么样子的一些问题 阿根廷和加沙 阿根廷是不是也有点难度啊 阿根廷是一个国家啊 阿根廷是一个国家 但是显然 这个这个地方 阿根廷是不是一个抽象词 对吧 它是一个国家没错 但是仅仅说这个阿根廷 很多同学在这个地方处理的时候 他会说什么 来自阿根廷的加沙 对吧 或者阿根廷产的加沙 怎么怎么样 但是阿根廷你怎么出图呢 对吧 所以必须要去出图啊 有一个形象的地点的 地点是在这个衣柜啊 八号地点啊 地点中是咱们的八号衣柜啊 然后是阿根廷和加沙 这个词组 怎么样去处理 好非常棒啊 咱们的九九说贴着阿根廷国徽的柜子里面 挂了一件加沙 他把这个阿根廷对吧 抽象的这个东西 具象成了他的一个国徽 就长了那个 因为很多同学是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国旗 长什么样子的啊 或者他的那个国徽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啊 这个 那个叫什么 衣柜外面 贴了他的那个国徽 对吧 里面 然后放了一个加沙 这样处理是OK的 没有问题的啊 那就不要去出那种 产自阿根廷的加沙呀 或者怎么样 对吧 那产自阿根廷的加沙 归根结底 其实你只处理了一个加沙 对吧 这个加沙产自阿根廷 怎么从画面里面得出来的这个结论 你只是主了一个故事而已 但是 从出图的角度来说 这个是完全没有去出图的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要克服的一点 或者你去出什么呢 哎很好 彦卓就直接去想了一个根 对吧 根据这个树根啊 去给他进行一个延伸 长满了树根的一个衣柜里面 装满了加沙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大家 如果你对足球啊 对这个体育赛事运动 比较了解的同学就知道 咱们阿根廷的一些球星 对不对 很多嘛 马拉多那呀 或者是梅西呀 对不对 都出自阿根廷 他是不是用一个具象的一个明星 去替代了这个阿根廷 对吧 想到这个明星你就知道是阿根廷的 那比如说梅西 在衣柜里面 对吧 梅西在衣柜里面穿了袈裟 打开衣柜 梅西穿了袈裟 站在那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很形象的 对不对 好 下一个啊 在咱们的9号地点庄 厕所这个位置 厕所 是哪两个词呢 资源和印象 资源和印象 阿根 非常棒 阿根症状 对吧 阿根症状里面那个阿根 他想那个 然后披着袈裟 听 衣柜里面的动静 好 处理完 同学就可以 处理下一个了 厕所 资源和印象 厕所的墙上贴着一个贴纸 是一个大象的贴纸 是吗 厕所 墙上 贴纸 像 而贴上 纸做的箱 什么意思 贴画 纸做的箱 然后 纸是 这个资源的资 是吗 像是这个印象的像 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的 但是你一定要还原 看一下你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指向 联想的资源和印象 如果不行 你就得换一个 就有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不是为了去强行去处理它 不是为了处理而处理 一定要你自己处理完的这个东西 你能够非常轻松的 非常简单的就能够还原到你自己的这个处理上面 那这样子的处理就是非常OK的 如果你在还原的时候你发现有点难 那就最好换一个 厕所里面大象顶着一大堆纸 直接用一个纸来代替资源 我发现彦卓很多时候啊 为了故事的合理性 它都会颠倒顺序 这样子的话 你会有一个 你在还原的时候 你这个顺序问题啊 如果你一直都是颠倒的 很有可能你在还原的时候 这个顺序会错啊 我不知道你平时在处理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厕所里面的资源洗发水 包装上印着一头大象啊 是有一个品牌叫资源洗发水 是吗 那很好啊 如果有这个品牌的话 那你去出图 你肯定就会非常形象的 就很好的就联想到你的那个洗发水啊 然后上面印着一个是大象 这个我还是 这个品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资源洗发水 或者你想像这个嘛 或者你想像的厕所这边 对吧 地上有一大个紫色的圆圈 对吧 里面印着一头大象 你画了一头大象 有这个紫色的圆圈上面 印着一头大象 是不是也可以啊 资源嘛 好处理完的同学啊 9号地点装厕所 处理完的同学 就可以去处理10号 书桌这个地方啊 书桌 或者有的同学是什么 挂画 有的同学是什么 是这个照片 都可以啊 反正就是这一块 你自己选一个具体的地点装 然后最后一组吸管和网络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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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桌上的吸管插满了网格 他把网络想成了网格是吗 书桌上的吸管插满了网格 好的 处理完啊同学 回忆一下 回忆一下你在每一个地点桩上面 都是怎么样去处理的 然后通过图片去还原 通过图片去回忆 待会儿要考验一下大家 还有没有其他的小伙伴 吸管和网络是怎么样处理的 用吸管编织的网 编织的网罗挂在墙上 用吸管编织的网罗 可能是一个罗框 是这个意思啊 就用吸管编织的一个网罗挂在墙上 好不管不管大家是怎么样出图的啊 好回忆一下啊给大家 一分钟的时间回忆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一下啊 刚才所有同学啊都或多或少的去进行了自己的一个处理和联想了 现在我们就来考验一下大家啊 吸管插到路由器上面 路由器和咱们的网络进行一个连接对吧 好可以的啊但是你的这个书桌呢 没有和咱们地点桩进行一个连接啊 要注意就这里面有吸管有路由器 书桌没了啊 哎我们的燕秋是不是来晚了啊 好在书桌上面的吸管竟然连接着网络 哎这个这个连接下也还可以的啊 用吸管连接的网络 书桌边上用吸管收集网络线啊 网络的那个线用吸管去把它捆在一起是吧 收集网络线 好 这个时候我要来问大家了啊 刚才给大家一点点回忆时间 我们的一号地点桩 是哪两个词汇还记得起来吗 还有印象吗同学们 一号地点桩在大门口这个地方 有没有印象是哪两个词汇 记得的同学就把它打在那个评论区啊 非常棒啊 咱们的九九 地球仪和高分对不对 你是通过什么去回忆起来的 是不是当时我们讲的在大门口这个地方 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沾满了蛋糕粉 对吧 你可以想象那个地球仪上面蛋糕粉 甚至掉在了这个地上 把这块大门口给它弄脏了啊 好 那四号阳台这个地方是哪两个词汇 所以我们一定是通过画面 那个画面感去回忆的那个词汇啊 如果你在处理的时候 你的画面足够清晰 你在回忆的时候是一定不可能会忘的 诶 其实和国家非常棒啊 非常棒 好 那我们的六号地点桩 咱们的餐桌这个地方是哪两个词 验卓以为某某老师会顺着问对吧 然后抢答了一下 结果我不按招出招啊 在那边跳着问 很棒啊 很棒 综合发芽 我们就顺着问吧 顺着问吧 那我们刚才咱们的燕卓啊 已经把咱们的二号地点桩 厨房这个地方的词汇打出来了啊 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 是李逍遥对吧 带着那个萌萌的老虎耳朵在干嘛 穿着围裙在做菜对吧 所以是仙剑和胡儿草 对不对 这个地方大家还有印象吗 好 我们顺着来啊 三号地点桩是哪两个词 三号地点桩 给大家说啊 这个地方非常容易错 我看今天我们在座的同学 有没有错的啊 三号地点桩是哪两个词汇呢 想一想 在这个地方大家 你们是怎么样去出图的 在这个三号地点桩 电视机会上面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通过那个图片啊 通过你在这个地点发生的事情去还原 同学说 打出来了啊 冲牙器和万年轻 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其他小伙伴 能不能想到啊 能不能想起来这个地方 居然想不起 居然想不起 你就要想一下你之前啊 是怎么样去出 出这个 两个词汇的 哎 就是咱们的冲牙器和万年轻 啊 冲牙器和万年轻 这个地方很 很容易出错的 冲牙器和万年轻 为什么因为很多同学 他去出的那个冲牙器和洗牙器啊 他出的东西都是一个 然后还原的时候 他就会打成洗牙器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啊 我们的F538同学没有出错 所以他的一个图片 他是非常清晰的 他去出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 在这个地方 是没有一个疑虑的啊 没有疑惑 很多同学会在这个地方 记不起来 那你就要去 检验一下 你当时的这个冲牙器和万年轻 你是怎么去处理的 燕卓还能想得起自己怎么处理的吗 我跟你讲啊 你刚才出的是什么 电视机柜上面的万年轻 拿了一片那个万年轻 当做了你的冲牙器 是不是你这个处理 就很违背一个常理 可能你去出图了啊 可能你去编故事了 但是没有去出图 导致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有点像毛老师讲的 为了处理去处理 对不对 不是你吗 那我可能记错人了啊 反正有一位同学 是这样去处理的 他说的是什么 用那个万年轻 去当做那个冲牙器 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一个画面 一定要通过一个 清晰的一个画面 如果你去创作的这个故事呀 你发现它的画面感是薄弱的 你最好还是要去换一个 用冲牙器去冲这个万年轻 是非常好的啊 而且我给大家讲 如果你在只是你的画面感里面 有冲牙器和万年轻 其实你还是容易错 你最好是什么 你的冲牙器竟然是个冲 对吧 你最好那个水流呀 打在这个万年轻上面 要表现出它的那个张力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去出图的时候 我们要带入很多的那种 五感呀也好 对吧 你的那个感受也要带进去的 比如说这个冲 那你要感受到那个冲力 可能会把那个万年轻的 那个叶片干嘛 冲破 对吧 因为那个水流太强了 你去出这种画面的时候 最好加上自己的那些五感进去 融入进去 你就不容易记错 好 五号这个地方 当时很难的 只有两位同学想出来 怎么去出图 当时这个地方 沙发这个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情 哪两个词汇难住了 大家 还能想得起来吗 非常棒啊 非常棒 我们的久久啊 画面感是真的很强 是真龙和托福 啊 啊 七号 咱们的床上 床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要加快速度啊 待会儿毛老师还给大家讲 怎么积刀得金呢 哎 想尾蛇和文章 非常棒啊 有同学只想起来了 想尾蛇 对不对 是忘记了文章 是被弱化掉了 那个文章的时候 就会被弱化掉 还有八号啊 在这个衣柜里面 衣柜里面 是那两个词 赶紧想一想 衣柜里面是那两个词 跟紧夹杀 要紫打字打快乐 我清楚啊 你肯定是知道 是这个袈裟的 只不过是打字打错了啊 好 九号 在厕所这个地方 厕所 哎 这个地方 刚才有同学啊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处理的 厕所呀 厕所不是河崖哦 河崖是六号这个地方哦 餐桌上面放了一个什么 棕色的盒子 里面发芽了 对不对 是综合发芽 是在这个 是在六号啊 九号 九号你们怎么去处理的 当时你还 哎 去处理了那个叫什么 嗯 贴画啊 有一个反正是 数字结尾的一个同学 他给我说的是贴画 就厕所这个地方 贴了一个指向 记得吗 贴了一个指向 啊 你看 你们自己都给忘了啊 资源印象 对 非常棒啊 好 最后一个 10号 忘了啊 忘了打屁股啊 忘了打屁屁 要去剖析一下自己 为什么会忘掉啊 自己为什么会忘掉啊 燕秋 打出来了啊 吸管网络 我们的燕秋可能就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的时候来的啊 所以当问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就非常快速的打出来了啊 吸管网络 没有问题啊 然后据我观察啊 没有出过错的 从头到尾全部记得的就是咱们的九九 啊 九九 九九 每一个我在问的时候 他都清晰的出图的啊 证明他在去处理的时候 第一 他的一个图像肯定是很清晰的 第二 他肯定有还原 就他的处理处理完了以后 不要处理完以后就摆在那了 很多同学是他 他去处理的时候 他全身心的去投入 精力啊 大部分去处理去了 然后他没有去想象他处理完的那个画面 没有去还原他处理完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九号的这个地方 对吧 很多同学说 哎呀忘了想不起来了 包括我说那个贴话的那位同学 对吧 也没有想起来 资源和印象啊 你去自己怎么样去处理的 不管你是怎么样去处理的 一定要还原 好不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 在这些地方啊 你通过今天跟着毛毛老师和大家 一起来做这个 词汇的这个练习 你就要发现到自己有些 什么样子的问题要去改进 比如说我发现咱们的艳卓 非常喜欢那个 为了就是 自己去出的这个故事的一个合理性 对吧 他会喜欢倒序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哎 这个是我发现艳卓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在倒序的这个上面 如果你经常倒序 你一定要 就要嘛 你就改变自己倒序的这个习惯 因为你去还原的时候 他会给你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要么你就要在每一次的时候 你就要强调 哦 他的顺序是反的 你要告诉自己 你心里面有个底 好 那这一块我就不去多做罪言了啊 通过今天的一个练习 大家想必心里面也有 一个底子了啊 知道自己的问题 大概在哪里 还有个同学是 还有是什么 喜欢去出故事 但是他没有去 他就弱化那个出图 去弱化出图 或者两个词汇里面呢 去强化了一个弱化另外一个 这些都是问题啊 接下来的时间 还有还有那个10分钟 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讲一下 咱们的道德经的一个 那个怎么样去记忆 道德经这一块 那在今天刚开头的时候 我问大家说 有没有同学已经开始去 进行道德经的背诵了 当时可能人比较少啊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回复 毛毛老师 那现在我再问一遍 你们有没有同学已经去 尝试背诵 或者去看了 杨阳老师教大家 去背道德经的那个视频 有没有去看 有看同学也可以回复一下啊 如果你尝试了去背 一个都没有嘛 每一位我的同学啊 就马上明天星期六 星期天去看一下 就你不用说 把他所有的道德经的讲解视频 全部看完 你看一两个就可以了 你主要是学什么 学他怎么样把 怎么样运用记忆宫殿 去进行那个道德经的记忆 你要先把这个方法学会了 当然我不推荐大家 说什么呢 就是你完全按照他的那个方法去背 就因为他找的记忆宫殿和地点桩 和大家的完全不一样 你只能学方法 没有办法用他的那个现成的 对吧 他给你讲怎么样去编故事 你只能吸收那个方式方法 但不要去用他的地点桩 那今天我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背这个道德经 我会给大家讲一些不同的方法 但是因为你们大部分的人没有去实践过 对吧 没有去实践过的话 我去讲 你可能就get不到那个点 这个就是 我为什么在上一节课的时候 有让大家说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预习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体会过 那我去讲的时候 你就没有太多的感受 那如果说你有尝试过 想要去进行道德经的记忆 大部分的同学他会选什么 他会选地点记忆宫殿去进行记忆 对吧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推导的一个方法 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 你学记忆法那么多种方法 对吧 绝对不仅仅是只有这一种方法的 地点记忆宫殿它太好用了 它是一个万能的记忆宫殿 导致所有的资料 很多同学都会依赖地点记忆宫殿去进行一个记忆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其他的 就是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的 我怎么样去背道德经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吧 就我去背道德经的时候呢 我会运用上不同的一些方法 就我不会说我选了地点记忆宫殿去背 我整个道德经81章 我全部都用一个统一的方法 就我可能是那种 不太按招出招的人 我就是我信之所至 我拿到哪一张 我根据他那一张的一个内容 我会 然后他里面会选取不同的方法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就有个同学会和毛老师有一样的想法 你81章对吧 其实最好用的是什么 数字记忆宫殿 因为我每一张节他就很好的定位了嘛 但是同学们在用数字记忆宫殿去背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你觉得杨安老师提取的关键字比较少是不是 那毛老师提取的更少 我去背的时候我提取的更少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习惯 但是没有关系 反正你听懂了方法 你们到时候 我还是尝试大家有时间的时候 尽量去尝试一下 如果你现在没有空 那你可以暂时先搁置一下 但等你有空的时候 还是去尝试一下 进行一个记忆 首先你会对《道德经》更加了解 其次呢 也不是说逼迫大家去背《道德经》 它主要是检验你现在是否有这种能力去处理一个文章的记忆 或者大篇幅的这种记忆 对吧 而且尤其是这种古文 你要知道《道德经》是非常难的 对吧 如果你连《道德经》里的背诵下来了 你其他的文章背诵完全不在话下 主要是为了检验 顺便呢 多学一点国学 也是好的 经典之作嘛 我还给大家举个例子 很多同学会想到用数字记忆供电 但是你用数字记忆供电去记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数字记忆供电就是一个地点桩 对吧 那我怎么样去记忆一大段文字呢 桩子不够是数字记忆供电的一个弊病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你只要再往下深度思索一下 就会发现有可以解决的一个方法的 比如说我们第一章对吧 用一号数字编码 那一是蜡烛对吧 一是一个蜡烛 那我们怎么样用蜡烛记忆这一整章 你之前如果觉得这个 桩子不够同学 你可以怎么样想 你可以把这一个数字编码呀 再给它细分 比如说 这个蜡烛是不是由一个火苗部分 对吧 由一个引线部分 由一个蜡烛本身所组成的 对不对 三个部分 那我可不可以把火苗部分 对吧 这个蜡烛的这个火光 先拿来做一个地点桩 我把它拆解出来当一个地点桩 那我把这个蜡烛的火光 和这个道路 进行一个连接 我道可道 对吧 非常道 这一句 我取第一个 作为它的一个关键字词 作为我的一个影子 那蜡烛的火光照亮了这个道路 就连接在一起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什么 引线部分 这个被我画的乱七八糟的 重新画一个 引线部分 对吧 这个鼠标太难用了 引线部分 是不是可以做第二个桩子 然后 然后给它进行一个连接 那我又取第一个 我取字头嘛 无明天地之始有明万物之母的 吴 对吧 这个线怎么和这个吴 进行一个连接呢 那你可以谐音 乌黑的引线 对吧 你蜡烛烧过的那个线呀 是不是都是黑黑的 对吧 你可不可以想到乌黑的这个引线 对吧 所以就是吴 那第三个 故常物欲以观其妙 故常有欲以观其叫 你可以想到什么 可以提取一个故 或者你提取其他的 一个句子里面 你随便选一个 作用你的关键字词 你取写这个欲也可以 那蜡烧烧的时候 那蜡烧烧的时候是不是会滴蜡泪呀 会有蜡烛的那个蜡泪滴下来 对吧 那个鼓鼓的蜡泪 你可以用来 想这个鼓 对吧 把它谐音成鼓 鼓鼓的蜡泪 或者呢 你提一个欲 对吧 谐音成鱼嘛 这个蜡泪里面包着一条小鱼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对吧 然后此两者同处而易命 同位之旋 旋之又旋 重要之门 那你选一个门 然后我再找一个地方 作为我的一个地点桩 那我在这个蜡烧底部 开了一道小门 可不可以 在这个蜡烧的底部 开了一道小门 打开这个门呢 发现它里面那个漩涡 对吧 旋之又旋呀 这个一道一道的 直接通往最上面 或者是怎么样联想都好 就你用你自己的一个方法 代入进去 再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拆解一下 比如说第二章 那我二是鹅 对吧 鹅 那我把这个鹅再细分 那毛毛老师画工也不怎么样 我就大概展示一下 这个就是鹅的一个翅膀 对吧 这个是那个屁股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它大脑袋 鹅的那个大脑袋 对吧 将就看一下啊 大家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 把它又进行一个连接 比如第一句 天下皆知 每之为每思恶矣 那天和鹅 进行一个连接 是不是天鹅 对不对 那你的第二章就可以用 啊 用鹅 那我就想到天鹅 天鹅 好 故有无相生 难言相传 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故 又来了 我可以想象它怎么样 鼓鼓的 这个鹅头 对吧 鹅嘛 大家看过那个鹅吗 那个鹅的那个鹅头 是不是很饱满 对吧 鼓鼓鼓囊囊的 故有无相生 所以它和鼓 那你第三句 又提取一些关键字词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 提取一个圣人吧 你就可以想象了什么 它的鹅的一个脖子 或者它那个背 这个地方 对吧 鹅背上面 做了一个圣人 圣人掐了这个鹅脖子 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效 那你提取一个 处形 对吧 在处形这个鹅 它掐了这个鹅脖子 骑在这个鹅背上 掐了它的脖子 然后万物 作烟而不辞 这个鹅的屁股 鹅的屁股 是不是要排除粪便 对吧 粪便滋养万物 所以和这个万物 进行了一个连接 最后一句 扶威扶居 是已不去 鹅是不是有那个鹅掌 对吧 一般来说 鹅在那个海面上 水面上游的时候 那个鹅掌 是不是浮在那个水面上的 对吧 浮为浮居 是已不去 这个是我的一个背的 一个方式 我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以前没有想到过说 把这些数字编码 给它进行一个 进一步的一个拆解 那今天我希望通过 毛王老师的讲解 给你一点这种灵感 给你一点这种提示 又比如说 我们第九章 第九章我背的时候呢 我就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了 第九章一样的 我们每一次都用一个 数字编码 作为一个索引 那第九章就是什么 口哨 是个哨子 对吧 那哨子 用口哨怎么记 这一长段话呢 你可以想象着 我提取关键字词 然后把它编成了一个什么 那个歌诀 可以想象着 这个 驰而迎之 对吧 驰迎哨 踹包里 不可长保 就踹包里 然后 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 然后一个银哨子嘛 持银哨 踹包里 变金哨 然后就干嘛 负一九 负一九 富贵而交 自宜其旧 负一九 就是你的 你有一个金哨子了 你就可以 负有一段时间 对吧 负一九 但是呢 你只能负一九 最后一个嘛 你负得一九了以后 你就找到了一个什么 功成 就是成功道了嘛 就是功成身退天之道 你负得一九了 你就短暂的 获得了一个成功的一个道路 对吧 一个门道 就是 持银哨 揣包里 变金哨 然后负一九 那个成功道 就是 用这样子一个口诀 去辅助自己记忆 所以 方式方法呢 就是我想告诉大家是 方式方法是很多的 如果你能够灵活的 掌握住记忆的方法 其实你背任何东西 你都不会觉得难 而且呢 你不要去 用一个局限的一个思维 把自己框在里面 不要说 好像老师教说 用这种长篇的东西 只能用那个 记忆宫殿 用地点记忆宫殿去记 不是的 只要你有了这种 就是你真的能把记忆法 能够融会贯通 举一反三 你背任何东西 不要说道德经 任何你的所有的 那些资料也好 文章也好 你都拥有很多样子的 多方面的方式方法 去进行一个解答 我就希望今天 通过毛毛老师讲解 能给到大家一点 这样子的一个启发 然后你们下来呢 还是去尝试一下 就哪怕 你没有时间去背 太多 你可以去挑几张 检验一下自己 是否有这样子的功力 能够去处理它 然后如果你去背的 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疑问 你觉得 这个道德经 哪一些比较难 或者怎么样 你都可以在 下一节课的时候 打一课的时候 来提问毛毛老师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辛苦咱们的同学们 也辛苦咱们的场控老师 如果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 记得下一节课 来答一课的时候 直接提问 不怕你们提问 就怕你们不来上课 好不好 拜拜